清明 清明是24节期中唯一一个肯定会放假的节气 而且一放还好多天 刚好让大家有时间到江山走走 感受一下什么叫做吹面部涵阳流风 老观在屋子里 恐怕就不知道外面的天都变成怎样了 拥抱自然 清淡明智 能下一场雨更好 杂念 妄念统统被洗掉 清明时节身心灵养护重点 一起来看看 意念死亡 孝正生命轨迹 清明扫墓 不光是去扫那个墓而已 在这个弃清景明 万物皆显 家族成员相聚的特别日子里 不妨关心一下彼此是否神智清明 神态清明 过得还可以 好让天上的长辈放心 另一方面 还可借由拜拜 扫墓的机会 来练习意念死亡 死亡在汉地 经常被当成是禁忌话题 在藏地却是很重要的修行主题 能够清楚地意识到 这世的生命总有终止的一天 你将拿回你的时间 自然而然厌弃蹉跎 透过意念死亡 回到生命正轨 抓紧时间精进 修行 利他 实现初衷 最终为自己迎来一个问心无愧 此生无悔的圆满 占一御师信花雨 于此天清地明之际 且让我们一起来思考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我希望我死后如何被人怀念 不知从何思考起 别担心 这个问题也是有很多范例的 像是有人的木志明是这么写的 睡在这里的是一位热爱自然和真理的人 也有人被评价 他总是以他自己的一颗人类的善心 对待所有的人 而数学家鲁道夫琼及医生都在算圆周率 他的墓碑上课有 他好不容易才算出来的数字拍 拍等于3.14159 一直算到小数点后35位数 无人能及 看完了别人的 想想自己的 在属于你的牌匾上 你希望上头写些什么呢 是骁勇善战 逃住群英 造福桑子 还是乐善好施 应该没有人希望被写上 浑浑噩噩 卑鄙无耻 或一事无成 好好思考这个问题 有助于厘清初衷 重新修正自己 将时间 精力和关注力 放在真正重要的事情上面 春游踏青 书筋骨护双眼 五天廉价 除了扫墓还能干嘛 做什么都行 就是不要熬夜追剧 春天是最适合书展的季节 眼睛 筋骨 都不能憋着 视觉上书展 最好是一大片的绿 远山静草 远景 中景 静景交互欣赏 或是打桌球也很好 看着跳来跳去的小球 两眼各六条眼外肌 以及控制水晶体厚薄的结状肌 都有充分运动到 这对预防近视于老花眼恶化 都很有帮助 放假以外出看山看海 用来扬眼 平日浮按工作建议每半小时 一小时 抬头望向六公尺以外的景物 时间不必长 几秒钟就可以 借此调节眼部肌肉 避免眼过劳 筋骨上书展 到山上去做各种伸展操 是最好的了 俗话说 经长一寸 延寿十年 做各种伸展的时候 以观想春天的花草树木 生气勃发 生机盎然的模样 此外 情智更要舒展 没有什么比春日郁闷 还伤身的了 请好好享受假期 尽可能找些 能舒心放松的事情来做 等待彩虹 拒绝二元对立 清明雾后 红石剑 彩虹出现在雨后的晴空中 像真音的雨之水 与鼠羊的日之火温柔相会 这样的和谐 在清明时节特别有机会出现 阴阳不相对 相融为一个完整的整体 具体表现出来 极为美丽的彩虹 这些都是在天上的 回到地面 尽管我们身旁 也有许许多多如水似火 水火不容的人事物 永远不闲持 相战不如相爱 放弃敌对 放下冲突与对立 彩令阴阳相合的彩虹自新海浮现 云波入日 日穿鱼影 清明时节 空气中的清朗 与你我心里面的清明 无二无别 亦如一 亦如光 光里有彩虹 有我 亦如你 清朗 清朗 中文文字幕 善为 将军 做身 幸好